我們來問一下呆呆 呆呆你那時候 為什麼會跑去柬埔寨啊 那時候是因為我工作不順利 然後就是剛好是朋友 又是朋友介紹 我那朋友是我當初 已經認識十年的朋友了 那認識十年這個朋友 他跟你怎麼說 他說去那邊做什麼呢 然後待遇怎麼樣呢 他是跟我講說 在那邊就是打字工作 做文書處理的 那一個月就是 薪水四萬五至五萬左右 四萬五至五萬你也去啊 因為他是包吃包住 然後那時候也沒有聽說過新聞說 人口販賣還是什麼 就是大家都會覺得說 出國工作是一件好事情 你是去年去的是不是 還是今年 今年 今年 今年什麼時候去的 今年三月 今年三月 對 去那邊工作了多久 工作三個月 或就回來 好 那這三個月當中 發生什麼事呢 那你什麼時候知道 你要去做詐騙呢 這三個月其實 剛開始去的話是 去的時候是還不知道 是到了園區 那個第一間 因為我們面試了四間 那第一間 你也被帶去兜售啊 對 就是一直被 因為他們覺得說 我們條件不好 對 說我們五個 有其中一個條件不好 就是 認為我們五個都是怪怪的 那一直在轉 一直在轉哪一間公司 要我們這樣子 然後第一間公司 不論你們為什麼怪怪 哪裡怪怪 就是一個男的 就是看起來怪怪的 你們那台有一個男的 看起來怪怪的 所以他就去推銷你們 認為我覺得 我們五個都是怪怪的這樣子 我看你是呆呆的啦 沒有怪怪的啦 然後呢 然後後來就是 他就跟我們講說 你知道你們是被賣過來的嗎 誰跟你說你們被賣過來 主管 他們那個主管 園區裡面的主管 園區詐騙公司的主管 直接跟你挑明講 你們是被賣了 對 然後你們來的工作 工作內容就是要做詐騙 去騙國外的人 那最起碼是要做一年起跳 至少要做一年才能走 對 那後來呢 後來就 後來就是 因為到了最後一間 才要我們 那另外一個怪怪的男生 因為那間園區他不要 所以我們只有留四個 那一個男的他也 他就是被送走 然後也失聯了 到現在失聯了 回來了 他回來腳是爛掉的 回來腳是怎樣 兩隻腳爛掉的 兩隻腳爛掉 是被人家打的 對 就是之前有聽說是 被丟到柬埔賽的街上 然後整個牙齒全部都被打 打到都掉光了 然後全身都是傷 然後腳還 就是被挖了一個洞 還爛掉這樣 夠慘慘耶 對 所以那是你們另外一個 一起去的同伴嘛 對 那你來講一下 那你在這三個月當中 你做什麼樣的詐騙呢 基本上他是 因為我們是為了要配合他們 就是他一開始 他會先給我們 差不多十支手機 十支啊 一個人有十支手機 對 然後就是等於十個門號 那就是可能有英國號啦 或者是美國號啦 就是很多國家的號碼這樣子 然後下去做人設 他們有所謂的 就是人設要創建一個女性 所以你去那邊是扮演一個女性 對 然後去電話談戀愛囉 對 我們 他是說 戀愛詐騙 對 戀愛詐騙這樣子 那你扮演的這個女性 你明明是男生啊 所以照片啦 聲音各方面怎麼突破呢 他們基本上是 裡面會有三個做翻譯的 他們是 找一比較好看的一個 三個女性 就在他們那邊工作 比較漂亮的女生 對 然後用他們的照片啊 甚至他們的年齡啊什麼的 就是來做進行的詐騙這樣 那如果對方想要聊天講話 那個女生就跟他們聊天講話 如果需要臉就有那個女孩子的臉 沒有錯 但那個女孩子呢 可能一個人要分事多角會不會 因為你們總共只有三個女生 可能那麼多人在騙啊 所以他可能在你這裡是 扮演一個大學生 到那裡可能扮演一個失婚婦女 都有可能吧 都有可能 她很會叛逆的耶 是 那你曾經用什麼樣的角色去騙過啊 聽說你他自己是劇本啊 我曾經就是用離婚 就是離婚的一個角色 所以你是已經離婚的婦女 對 然後有兩個小朋友 有兩個小孩已經離婚 這樣你還騙得到別人嗎 基本上應該很難 但是我是為了配合園區的 配合他們 所以你後來這個角色就是 你扮演一個離婚 有兩個小孩的婦女 去網路上跟人家談戀愛 你有成功 沒有成功 沒有成功 所以你的業績不太好了 業績以往都是沒有的 不是 你選的角色就很難成功 那你沒有業績你會怎樣 你沒有被打嗎 我差一點被賣掉 你差一點被轉賣掉 那是幸好隔一天 跟警察來就是來帶我走了 那可不可以講講 你怎麼跑出來的 警察救我 警察進來園區 但是你一定有些求救吧 不然怎麼警察知道 來救你呢 你有報警嗎 我有報警 你怎麼求救 我當時那時候就是 有跟我台灣 在台灣就是打電話給我姐 跟我講 跟她講說我被賣來柬埔賽 然後可不可以幫我報警 然後後來 就是有一個國際刑警 詹立哲刑警 就是看到我姐的筆錄 所以是國際刑警 對 她是外事科的 外事科的 對 然後看到我的名 我是她的名單下的 就是被騙過去的受害者這樣 追警察來救你 對 她告訴我姐門路 然後她 她告訴你姐姐門路 不是她直接來救你啊 因為他們好 那你們後來到底透過什麼門路呢 他們 我透過他們 就是當地的省長 她派那個移民警察 警察來把我帶到移民局這樣 那你如何找到當地的省長 國際刑警 她介紹一個被害 另外一個被害人 成功獲救來 回來台灣的一個女生 她叫雨棠 然後她告訴我 她怎麼被救回來的方式 那你們有透過統促黨嗎 透過白狼嗎 有 那是到移民局 你們到移民局之後 移民局的時候 那移民局不是就已經脫險了嗎 沒有 不 這才是第二關而已 所以第一關 從詐騙集團那個園區離開 是透過國際刑警的力量 把你們帶出去 透過省長 省長 對 國際刑警告訴你 透過省長這個管道 然後把你帶出去 到了移民局之後 你們並不是就安全了 沒有 是 聽那個 總裁那邊 就是聽那個當地的 就是那個誰 就是 白狼嗎 白狼他的友人 當地的友人 跟我們講說那個 文哥 就說當地的文哥在喬 對 當地的文哥 就是跟我們講說 我們快要被移民局的警察 要把我們賣掉 那所以你到了移民局之後 你不知道 還要被賣掉之前 你怎麼曉得要再去找統促黨 或找白狼他們幫忙 因為文哥直接跟我講說 你們警察快要把你們賣掉了 所以文哥找到你們 對 那移民局要把你們賣去給誰呢 他有開價嗎 他們開價是一萬四 然後要把我們賣到 那個其他園區 那你們從開始決定逃亡之後 或者像詐騙集團 表達你們想離開之後 他們有沒有開一個 贖金的價目給你們 也就是說有沒有跟你們說 你們家裡拿多少錢來 就可以把你們數走 有沒有這樣 你說在移民局嗎 不是在那個園區的時候 有 他是說三萬美金 三萬美金 那就行情啊 聽說行情就是三萬塊美金嘛 對 三萬美金就一定可以嗎 就一定可以走嗎 不一定 因為我那時候剛去工作的時候 他當時那個主管就說 你以為三萬美金就會放你走嗎 你就算給我十萬美金 十二萬美金 我也不肯會放你走啦 沒有這麼簡單讓你走 那他開那個價的意思是 是 他開那個價是給仲介的價格 就是 給仲介的啊 是的 那如果你們真的要離開 付多少錢可以走呢 如果不要透過才能幫 未知數了 不知道 也不一定能離得開 所以你算是幸運的 對 那你在那邊有領到錢嗎 在那邊就是 他們會固定每個月 會給我們一點生活費 差不多八百美元 八百美金 那就兩萬多塊 那還不如在台灣吃饕老的話 對啊 每天都在工作 一整個月都沒有在休息 那你業績那麼超 你不是說你都沒騙到錢 你沒有被打啊 沒有 因為我表現算還良好 就是我就是 一直在努力的在聊天 他有KPI嗎 結果他有要求說 你每天要跟多少人聊天 你要達到什麼樣的成績 他們說每天 其實他們每天的那個規定 都不太一樣 有時候說五個 所以一天至少要跟五個聊天 有時候說一天至少要十個 跟十個聊天 那他基本上就是 一天都是要加五十個人 至一百個人這樣 加五十人 一百個人加入你們的 加入 因為他們會叫我們 去下載一個WhatsApp 加App 對 就是從臉書或是社群網站 那加入五十到一百 然後把他們引到WhatsApp那邊 好 簡單來說就是你的KPI 就是每天要加五十個人 至少要跟五個人聊天 對 那這樣就算表現不錯 雖然你沒有騙到錢 但你還算乖就對了 所以他們沒有打 對 就是有聽從他們 叫我們做什麼 我們就做什麼 那你所了解 園區有沒有其他的詐騙公司 很殘暴在港牌 我目前是沒有看到 可是我有看到 因為我們那一層樓 是有兩間公司 那我看到另外一間公司 在隔壁是吧 對 在隔壁 他有一位主管 他就是帶一個男生 關到一個房間 然後是很小間的 隔壁的詐騙公司比較香就對了 會打嗎 我是沒有看到 但是我有聽到 就是很嘈雜的聲音 對 所以隔壁 DMM秒秒秒 那麽人 Gabriella 然後我們在上班的時候 就是可能 可能他們 我們聲音 我們平常都會聽音樂 那他們就是可能 聲音變大聲了 那代表就是隔壁在電擊 或是在打人這樣 就當音樂 對 你主管如果把音樂放大聲 代表隔壁已經 打輸人了對不對 在電擊在打人了 對 那她為什麼 放音樂放那麼大聲 是不要讓我們影響到 我們的情緒這樣 因為你們在談戀愛嘛 對 所以我們來問 從柬埔寨跑掉的小宇 妳當初為什麼會去柬埔寨工作 當時有開機車行 然後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倒閉 妳本來是開機車行的 對 然後 自己做老闆 跟朋友一起合開 合夥的 對 然後之後因為疫情關係 所以倒閉 然後剛好有朋友 他已經過兩天 他就要去柬埔寨工作了 他自己在網路上找的 然後他就詢問說 那要不要一起去 對 然後所以我們之後詢問 想說他應該都問清楚了 所以我們就辦護照 就跟他一起過去 所以妳們是一群朋友 一起去的 三個 三個一起過去 那妳們是透過什麼人介紹呢 這中間應該有一個介紹人吧 透過 後面發現就是 我朋友他是在 在臉書的片門工作上面找的 對 然後那個是仲介 就是畫面上的這位 就是竹聯邦 就是竹聯邦 當時大家說在角頭裡頭 有演一個角色的李正豪 他一個人就仲介了八十幾個人 對 本首五千多萬 對 所以妳們也是透過 他這條線去的 對 好 那妳們到了現場呢 我們到了現場之後 他就是一條龍的把我們安排出來 然後輾轉了四間面試 到第四間 面試還要面試 對 他不是在台灣就已經幫妳們找好 詐騙集團了 不是 原本那時候也說都找好了 去就是有情侶宿舍什麼那些 就是像台灣說的 就是去到那邊是全部重找 就是大陸人 然後帶我們一間一間面試 所以妳們其實是 到當地才被兜售是嗎 對 所以他其實只是賣給仲介 並沒有直接賣給詐騙集團 對 所以妳們這群人到了當地之後 還要被帶去面試 還要去面試啊 對 我們還會 就是看有沒有什麼台灣鍵盤 因為是台灣人 用不慣那種拼音鍵盤 就一間一間帶去面試 然後大陸人就直接跟我們講說 妳不用去相信台灣人跟妳說的話 來這邊就是做詐騙 然後妳如果沒有做滿一年 妳就是要三萬美金 妳才可以回台灣 所以大陸人是坦白告訴妳 妳們是來做詐騙的 對 那妳去之前妳以為妳是做什麼呢 文書打字人員 他跟妳說講妳去那邊做文書 工作打字人員 對 那去之前告訴妳的薪水是多少 四萬五至五萬 所以聽起來是一個合理的薪水 四萬五到五萬 對 所以妳也沒有懷疑 這個工作有問題 對 因為也沒有到那種 十幾二十萬那種 就是一聽就覺得不可能 怪怪的 對 所以四萬五萬 妳覺得很合理去那邊做 文書打字工作 結果沒有想到當地 面試之後 大陸公司的老闆就跟妳說 妳們是來做詐騙 對 那麼當時妳有辦法抽身嗎 沒辦法抽身 為什麼 因為他們就是 兩個大陸人帶我們去面試 然後就會是顧著 然後到面試 如果他們要妳的話 他們就是直接進去 他還會問妳說 妳現在可以講一下說 妳是志願的 志願來自病工作 還是被逼迫的 然後我們就是要必須要說志願 然後他才會帶我們進去 然後收走我們的護照 所以妳在現場還被錄了 妳是志願來這裡工作的視頻 對 據說妳們去之前還簽了本票嗎 對 因為他說 為什麼要簽本票 妳沒有覺得怪怪的嗎 他那時候是說 因為他幫我們包了機票錢 然後還有防疫旅館 那時候也去做了核酸 因為我們三月去那時候 還是必須要 對... 然後因為有幫我們出那些費用 所以如果沒有做滿半年的話 那些機票那些來回什麼什麼 那些費用需要我們自己去承擔 所以那時候其實每個人都有簽了15萬的本票 好 所以他們當初要求妳們簽本票的理由 是說因為他幫妳付了機票 對 防疫旅館和PCR的錢 對 後來妳知道做了詐騙 而且妳護照也被收走 就不得不做了 對 那妳們是做哪一方面的詐騙呢 感情詐騙 就是跟妳把感情聊好 就好像我們已經有了未來 要結婚 要買房子 要買車 有了未來 然後之後在 那真的有那麼多傻瓜在網路上 就跟妳談戀愛 談到論及婚嫁 還要買房子買車 還要付錢給妳啊 其實笨的人真的沒那麼多 可是有些 就還是看話術 還是真的有騙到 就是有騙到說 就是跟妳想要一起買房 一起買車 一起投資妳 因為他們人設是那種 事業有成的女性 然後就是去騙男生 對 妳們去那邊的人設 都是事業有成的女性 對 所以妳會騙對方 一起去投資嗎 對 那通常都投資什麼 投資他們的資金盤 他們可能會有什麼幣 或者是 虛擬貨幣 對 假設妳今天投資30美金 每天 就是可能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妳可能就變100美金 還是多少 這樣子慢慢 慢慢 去讓她相信 然後等到她可能比較大 可能一兩千美 這樣子慢慢 對 就是這樣慢慢掉 剛開始妳會讓她 她也藏到甜頭 對 然後也真的紛潤到了 然後後面妳就會叫她 越投越多 對 然後直到 她沒辦法再拿出錢 那我就 就是公司就會把網站 直接關掉 就是她沒辦法直接登入 就請投幣 那妳談戀愛的對象 他們都是找歐美國家 找歐美國家的人 對 所以妳還要混回講英文 他們會叫我們用Google翻譯 用Google翻譯 跟對方在網路上談戀愛 對 那歐美人士有那麼多人上當 他們也會去找很多交友網站 在交友網站上 對 那對方會不會要求妳們露臉呢 不會 有專門的人設 就是他們有專門 當地的柬埔寨的人 會說英文的 然後可以跟客人視訊跟打電話 就是視訊打電話有專門的人 對 用文字談戀愛 有專門文字談戀愛 你們那個談戀愛也分風分得很細就對了 對 妳是屬於文字談戀愛的 它可能是屬於視訊談戀愛的 它是屬於電話談戀愛的 對 那其實呢 妳們都假裝同一個人 對 那妳們會說妳們是哪裡人呢 妳們會老師說妳們是在柬埔寨嗎 不會 那妳們會假裝 她會請妳有一個人設 可能妳今天選擇歐洲國家 或者是英國的國家 那妳就是對那些男生說我就是英國國家 就是把自己包裝得很漂亮 包裝妳就是在英國跟她視訊 對 那戀愛詐騙了多久妳才找到機會離開 三個月 那這中間妳有領到錢嗎 底薪八百美金 底薪八百美金 對 那和台幣就大概兩萬多 對 那跟當初跟妳說好的那個薪資水平差很多耶 對 那妳有要求 在面試的時候 其實有跟台灣仲介反應 然後他們那時候為了想要讓我們 快點進去詐騙公司 他們就說沒關係 妳就是一切會以台灣這邊走 然後XR的薪水我會請老闆再給妳 他們是跟妳說XR會再補給妳 對 是台灣這邊補還是當地補 台灣仲介說我會請那邊的 那邊的老闆補給妳 對 可是問題是都沒補啊 妳還相信他 因為他在我們進去公司面試完 安撫好我們 他就消失了 就封鎖了 所以後來妳就找不到這個中間了 對 那妳應該就知道 從頭到尾是個騙局了嘛 對 那時候其實就已經知道被販賣到那裡 因為公司也直接跟我們坦誠說了 那妳怎麼跑出來的 怎麼離開的 那時候其實求助外交部什麼都沒用 這個小雨妳要講清楚 因為妳當時到底是求助我們哪裡的外交單位 因為我們的 我們跟柬埔寨沒有邦交 所以我們在柬埔寨其實是沒有住外單位 妳是求助哪個單位呢 打回來台灣的外交部 妳直接打電話到台灣的外交部求救 對 那當時外交部的人員跟妳的回答是什麼呢 她那時候跟我們講說就是沒有處理這個 然後就掛掉電話了 沒有處理這個 就是我們沒有 那她有試圖幫妳找 比如說當地的警政單位啊 或者是 沒有 或者當地的台商來幫妳忙 有嗎 沒有 就只獲得一句就是 他們沒有在做這個事情 然後就被掛電話了 所以妳打總機到外交部 他們的人就告訴妳 他們沒有幫忙救援這件事 也沒有告訴妳 應該用什麼管道來救援 對 為什麼我要問小雨問得這麼清楚 最主要是最近有個網紅 叫Bump 她跟我們的外交部開槓 那Bump是說呢 她幫忙救援了很多在杜拜 被騙的年輕人 但這些年輕人都曾經跟我們台灣 駐杜拜的一些駐外單位求助 但是他們都不作為 也都推脫啦 踢皮球 那外交部說 絕對沒有這件事 這不是事實 那到底誰說謊 我想我不知道杜拜那件事的真相是什麼 但是如果照小雨妳的說法 我們的外交單位確實不作為 而且 根本就沒有在幫我們想辦法 那後來妳怎麼跑回來的呢 我們的外交單位沒有幫忙 那時候 我朋友她有請她的朋友 去警察局報案 報助我們去柬埔寨 然後 國際刑警有看到 我們在她的名單上面 因為那時候其實他們就在關注 就是朱莉莊幫他們 一直在送人家出去柬埔寨 所以我們名字在名單上面 她就聯絡到我們 就是聯絡到 國際刑警組織幫忙的 對 對 然後後面也有一個 那時候剛從柬埔寨逃回來的羽堂 就是 我們曾經講過她的事情 對 他們兩個協助幫我們 就是有什麼方法 可以順利的安全回來 所以後來妳們就透過國際刑警 跟我們台灣已經出來的人的幫忙 然後順利的逃離了 詐騙集團的魔掌 那據說妳們送到移民局的時候 還差點也被賣掉 又再被賣掉 對 我們那時候剛到移民局的那天晚上 剛到的時候在做筆錄 當天晚上就得知朋友說 她老闆就說 有看到我們拿護照 在移民局的照片 然後要把我們以萬事賣掉 然後看有哪一間黑公司要收 到底移民局還有可能被賣啊 對 就是那些警察都會講 台...就大家都會講中文 警察會講中文 對 他們都聽得懂我們在講什麼 然後當天晚上我們就差點以萬事 又被賣 又被賣到黑公司 差一點被賣 還是沒有被賣 那時候是因為有統初狼總裁 就是當地的朋友 就是... 妳說白狼的朋友 對...他那時候有跟省長說 這兩個是我們的人 所以這兩個人不能動 是不是傳說的文哥 因為據說柬埔寨救援 都是透過文哥 對 所以是文哥 所以文哥力保你們兩個 不然你們兩個差點又要再被賣掉 對 當天晚上差點以萬事 又被賣到黑公司 好 所以有驚無險 對 好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家長 確實非常焦急 也不知所措 那比較幸運的受害 景晴還好跑回來了 我們來問一下景晴 我們寫講 這個案子現在海外詐騙 現在如滾雪球般越過越大 本來我們鹽埔寨 後來發現緬甸也有 後來發現去泰國也有 現在竟然連杜拜都有 妳就是去杜拜啊 我是認識很久的朋友找我去的 然後這次去 認識很久的朋友 很熟的朋友嗎 算是有一定交情的 對 所以我可能認為 他找我出去工作 然後不會欺騙我 但其實他就是很像 你們剛剛所說那種 仲介的那個角色 因為我到了現場 他自己在做人捨仲介 還是他是受害人 沒有這麼的大咖 但是他就是到了那邊之後 人家有給他一個相應的優衣 就說你找台灣的女孩子 或者是請他的同事一起來 那我可以給你多少錢 就是有被開了一個價錢這樣子 然後一開始本來是 我們是一同要去 去年的大概六月份左右 然後本來是一同要去 然後找了很多人 然後後來很多人都因為 可能也有擔心 想說會不會是什麼 詐騙還是什麼 因為他誘因給很高 去年大概 開多高的條件 就是說我們去 他跟我講的工作內容是說 是像那個菲律賓 在做的那個博弈這樣子 然後 線上客服 對 然後去了之後才發現 結果是做那個詐騙集團 就是感情詐騙 感情詐騙 那當時他們給什麼條件呢 就是開什麼樣的 我當時 薪資 說我們如果去最少三個月 然後就可以回來台灣 然後再多一點 大概半年的話 他們會願意負擔我們 機票錢回來這樣子 然後開的條件就是說 來這邊的人 一個月大概都可以賺二三十萬用 一個月二三十萬台幣啊 對 所以妳就去了 我當時因為去年 一方面是心血很高 另外一方面是 很熟的朋友 沒有 是 開始會接觸到是因為 我們在聊疫情 然後疫情就是 我的工作跟他的工作 我們互相都有被影響到 然後他就說他這邊有認識的人 有認識那個 可以去杜拜這邊打工 然後一個月月收入很高 就其實就很像電銷這樣子 然後就問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 然後我就說是在做什麼的 然後他一開始跟我講說是 就是像菲律賓的博弈財 就是那種賭博的那種運財 然後因為我自己有自身有朋友 有去過菲律賓 所以我可能就覺得 這件事情好像是 真的是可以賺到錢 因為他們回來也都有賺到錢 所以我就 剛才就是找人家去賭博這樣子 就是等於是我們的角色 就是找人家投注彩機 讓他們去賭博的那種 那這個他們就有跟我講說 這個是在國外是合法的 所以可以去做這個工作這樣 然後當時因為我自身的 薪水影響到 我就想說 去三個月回來 搞不好疫情就趨緩了 那去三個月打工看看也可以 那一開始因為由於就是 也有點擔心說 我就讓他們先去一個月 結果沒想到這一個月 就是他們熟悉了一切 換他們來騙我 就是 所以妳朋友有興趣 去了之後換他來騙妳 我以為去了之後 他會告訴我真相 那沒想到可能去了之後 人家給他誘因了 所以他就是沒有告訴我實話 就是去是做詐騙 妳到他有沒有收走妳的護照 有 那所以妳永遠覺得怪怪了吧 我在台灣的時候他們有承諾我說 不會收護照 然後朋友還去的那一個月 還跟我講說 他們的護照都沒有被收 然後還給我看 那個他們住的別墅有多豪華 然後住的多好吃的多好 就是各種讓我覺得說 過去那邊會受到很好的待遇 然後也不會有被軟禁的問題 不會有限制人身自由的問題 但這些都跟我去了之後都完全不一樣 去了之後他就跟我講說 因為別墅屬屬於我的房間 因為裡面只有我一個女生 全部都是男生 包括我去的兩個朋友也是男孩子 然後他就說 因為我的床還沒有準備好 所以讓我先待在 找我去的東家的朋友家 就是老闆的朋友家 然後當時我就想說 為什麼就是那麼久 還一直讓我待在那邊 因為我大概在那邊待了有兩個月 都還在朋友家 然後一開始起初 都沒有工作嗎 那兩月都不用工作嗎 對 一開始起初 我覺得很難 我想說他們不是 上個月來就開始工作了嗎 然後我就開始問 而且那個東家 他們其實也在做詐騙 但是他們是不同項目 然後我就想說 奇怪為什麼他們沒有在工作 怎麼每天都要聊天 然後我就問他們說 你們都不用工作嗎 他們說我們每天都要工作 聊天就是他們的工作 他們就是跟人家談戀愛 就是大陸 他們是大陸人騙大陸人 所以妳去那邊是去騙大陸人 然後是戀愛詐騙 但是妳一到之後 護照被收走 妳就開始覺得怪怪的 然後又待在朋友家 老闆的朋友家 又都沒有這樣做任何事情 就滿奇怪的 對 一開始是 沒有叫我做任何事情 然後我就開始 有一直在追問 因為我覺得我在浪費時間 然後開始追問之後才發現說 原來他們在我來的前沒幾天 就中新冠肺炎了 因為去年疫情是最嚴重的 然後他們中新冠肺炎 然後我的朋友也沒有老實跟我說 還讓我過去 然後所以浪費了時間 愛情詐騙 後來妳還是做了對不對 對 後來因為 她為什麼找台灣人 她今天要騙大陸人 她幹嘛找台灣人 其實非常需要 不一定是台灣人 因為他們還有 我們還有緬甸的同事 還有那個就是別的國家 只要不是大陸的 為什麼不要找大陸人 原因就是因為他們大陸 在那個他們公安局是有被 臉部是有被輸入他們的辨識的 跟聲紋也有被輸入辨識 他們有那個辨識系統 對 所以他們如果自己人騙自己人 那對方要告發她的時候 那聲紋就會被解析到是誰這樣 就有點像是那個 反正他們都找大陸人很容易被抓 對 所以他們就找台灣人 或大陸人以外的人比較容易 對 然後當時我在 東家的那個朋友那邊沒有工作 那其實他們也是做詐騙 但是我不能給我工作 因為是不同老闆 然後我就要求說這樣子 我這樣子來這邊都沒有薪水 我說那這樣是不是應該把我錢 回去那邊 然後他就說如果那邊 都是重新冠肺炎 你要回去 你要過去那邊也可以 所以他們後來就幫我想一個 讓我可以賺錢的方式 就說我幫他們當一個人物設定的 那個就是當他們就是人設的角色 就是他們要去騙別人 因為其實他們騙人的方式 都是男孩子騙男孩子 就是裡面都是男孩子 所以男生他們就是會假裝 自己是女生 怎麼假裝是女生 就是在APP的郊遊網裡面 他們可能會假裝自己是女性 所以是用文字對不對 用文字騙 如果是用電話騙的話 在我還沒來之前 只能用文字 對 因為用電話騙一聽聲音就知道了 是是是 然後跟語音 當時我去那邊就是住的朋友家 那一間 他們是說自己是一個公司 那間公司裡面也有一個 中國的女孩子 然後中國的女孩子 她是不露面的 她就是不跟人家視訊 但是她願意就是說話 就是願意幫他們 就是創造業績這樣 就是如果說 欸 談戀愛的對象 開始想要語音啦 開始想要懷疑你的身分 他們覺得說會不會是 跟我談戀愛是摳腳大汗 那就開始需要證明的時候 起初是有這個中國女生 那我來之後 他們就要求我說 那如果說 我幫他們做人物設定的話 那他們給我多少多少的薪水 這樣子看我可不可以 那我一開始很反彈 因為我覺得你們都不敢 我那表示這件事情是 是有壞處的 那我也不要 那他們就一直 苦口婆心勸我說 因為你是台灣人 蛤 給你洗腦啊 是是他們就說 因為你們是台灣人 所以你們就算是 被舉發還是什麼 你們都不會有事 好 所以妳去那邊呢 妳就扮演一個 可以出聲音 那如果對方 跟視訊 可以出臉的那個角色 因為他們裡面 大部分都男生嘛 對 所以他們在做 戀愛詐騙的時候 可能需要 如果對方需要跟你聊天 需要聲音的時候 妳就幫他出聲音 需要臉的時候 妳就幫他出臉 是 然後他們就 因為這跟一開始 在台灣說好 工作那種不一樣 然後他們就說 那這個部分 他們如果有騙到 別人的錢的百分之三 給我當我的薪資這樣子 所以要騙到才分給妳 對 那妳在那邊那段時間 妳在都外待多久 我待了三個月 三個月有領到錢嗎 其實完全沒有 她雖然說 是沒騙到 還是他們騙到了沒分給妳 騙到了沒分給我 騙到了沒分給妳 他們就是想要 就是騙我不懂嘛 然後加上我在那邊 又是寄住的 就是因為被隔離 所以寄住在那邊 然後他們 我覺得他們老早就 已經打算好說 等我把我還回去 原本的東家的時候 這筆 原本說好要算給我的錢 就要賴掉這樣子 反正妳沒有領到 任何一塊錢 反正就是沒有 就是 免費幫他們做事 然後也沒有領到 該有的薪水 那問題是 難道 那些被騙的宅男 他們不會覺得怪怪的嗎 就像傻乎乎都給錢嗎 有 其實大陸的 你們在海外耶 對 其實大陸真婉 他們有非常 非常多這種詐騙集團 在用真婉王的方式 因為他們知道很多人 就是為了追求感情 然後會上去 然後就是交友啊什麼 就是很容易昏頭 然後就願意就是付出金錢這樣子 所以其實蠻多詐騙集團 在真婉王上面行走 所以很多人也是吃過虧 然後借薪都很高 所以才會很多 現在他們要做越來越不容易 就是對象都要求要視訊 對 那視訊 那怎麼視訊呢 你們人在杜拜 公安連時差都不同啊 沒錯 就是因為時差不同 所以我們視頻的時候 他們都要我們盡量縮短時間 因為譬如說他們可能晚上 中國大陸跟台灣晚上了 那我們杜拜還在大白天這樣 白天怎麼辦啊 假裝是晚上 讓我們可能把窗簾拉起來 或者是就是讓我們背對著陽光 就是讓他們覺得我們是室內的狀態 反正他們就是有各種手法 讓我們就是去 去打到騙對方 那後來你怎麼回來的 後來回來是因為我三個月了 那其實前面兩個月我沒有工作 是因為他們清管 然後浪費掉的事情 但是我的立場是 我來這邊是原本是要賺合法的錢 然後你們騙我就算了 而且還浪費我時間 浪費我錢 浪費我的時間 然後我就第三個月我就要回來 但是在他們的立場 他們可能覺得我只有工作一個月 所以我要求說我三個月了 我要回來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有 有就是不答應啊 說誰跟你說可以的 就是開始有這些行為的時候 我就開始有點不安 然後我就開始 私下偷拍他們收證 就是因為他們 用妳的手機嗎 用我自己的手機 所以現在我們在畫面上所看到的 琴琴這畫面上所看到的 就是妳收證的畫面是不是 不是 那他怎麼會沒有把妳的手機拿走呢 因為他們一開始是沒有戒心的 一開始是 他不知道妳在收證 有他們後面是有把我的手機拿走 他們是統一行進就說 我們以後工作開始 就是手機先上交 然後等到下班 我們大概下班一天要工作 就是大概八到十個小時 都是在跟人家就是談感情什麼的 然後十個小時後 他才願意把妳私人的手機還給妳 所以後來他把我的手機沒收之後 我就開始用他們發配的工作機 也在偷錄這樣 然後在轉換的過程中 在私下傳到我自己手機裡面 所以妳有存到妳自己手機 再把它存到 對 因為我知道他們怕露臉 他們禁止我們在裡面拍攝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應該是一個保障 所以是因為妳拍了他們的視頻 所以他才放妳回來的嗎 還是 我覺得一部分是他們有擔心 他們有感覺 因為我在吵說要回去 然後他們不答應的 就是那個旅簽快到期的時候 我怕他們再幫我續簽 因為他們 我怕他們幫我續簽花了錢之後 就一定要我留下來了 所以我就是有很硬性的說 你們不放我走的話我會報警 好 所以他們最後還是放了妳 對 在他們的眼中就覺得 我是不定時炸彈了 妳是挺麻煩的 對 這樣就放了妳 也沒有那麼簡單 後面有一些就是威脅的動作啊什麼 我是衝出去別墅外面 妳自己是跑的 跑出去的 對 因為當時那邊的東家 已經要對我動手了 就是他要我交出我的手機 然後把照片跟影片拿出來給他們看 可是我拒絕 因為裡面都是我偷拍他的畫面啊 所以妳後來就跑 我拒絕了 然後他們原本想動手 然後我就趁他們那個 出戶的空檔往別墅外面衝這樣 所以幸運的跑掉了 我沒有在那天跑到 因為行李護照什麼都還在那邊 都在他們手上 然後行李都還在房間裡面 所以我只是跑到別墅外 對 那他們就態度就 一百八十度轉變 因為杜白是很重視安寧的國家 如果我們鬧的動靜太大 就算我不報警 他也怕周邊的鄰居會報警這樣子 所以是因為這樣才放妳回來 所以請錢雖然是不幸中的大幸 我雖然是幸運的 雖然有被騙 但是至少平安回到台灣 聽說我們現在 因為我們現在知道是 柬埔寨的西港 緬甸的KK園區 有非常多我們的年輕人 到那邊工作 但是現在沒辦法叫出來 人在那裡我們也不知道 是生還是死 據說現在竟然還有 你剛剛跟我說 有人被關在無人島 現在還有在無人島的 其實現在有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浦哥山 浦哥山他那邊 對 他那邊就是有消息傳出來 還有兩百多個台灣人在裡面 浦哥山 我們不知道也有人被帶去那個地方 對 他就是 還有一個是七星海 有一個園區 他那就是像一個小島 像我們台灣要去 你說那個園區是一個小島 沒有 他就是像一個小島 他就像我們台灣要去修理 要坐船過去 所以確定現在還有台灣人 還有兩百多月 剛才騎到五百多月 五百多月 如果是一定要坐船才能走 就沒有那麼容易離開了吧 其實他們的園區要走 你要怎麼走 就你收水了 你要怎麼收 你也不知道要收 所以救援很困 其實救援 他們也是要看人求 什麼意思 什麼叫看人求 看人求 我了解這一次白人 就是統促黨 對 求過了十個出來 那不是 他們要怎麼求 第一次的時候 第一次他們就是在三月的時候 就接到第一批 第一批他們就是有一個人 其中打電話回來 然後說他們有五個人受困在那邊 統促黨的張總裁 然後就麻煩一個叫 雕哥的人 雕哥 台灣 他長期是在中國大陸 但是他最近回到台灣 然後就是他 就麻煩一個叫 柬埔寨那邊有一個叫文歌的 所以透過 白人是透過雕哥 去找在柬埔寨文歌來叫 對 然後他聯絡上文歌的時候 其實就是文歌跟雕哥 已經是幾十年的兄弟了 講到拼命就是 文歌就是對雕哥的 他就是文歌開始去處理 竹聯邦在柬埔寨很勾力的不是 聽說軍警的力量都很大 其實這也不關竹聯邦的事 這應該是說跟曹州邦有關係 曹州邦 曹州邦就是他們曹州商會 他們的勢力在那邊非常強大 然後他們 為什麼強大 我們先說這個文歌 這個文歌他們的實力 可以到現在 就比如說澳門有個洗米華 你知道嗎 洗米華 對 他們現在就 併購他們的賭場 其實他們的實力 曹州商會跟曹州邦 他們的實力就已經大到這樣 所以他們自己有賭場 對 現在在西港那邊 最大的葉總會跟賭場 都是曹州邦的 都是他們的 然後 別人的勾勁 贏總會會跟他們打戲 但是在他們的賭場跟葉總會 絕對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因為就是他們的勢力非常的大 沒有人敢去那邊惹事前 這就是文歌在當地的實力 好 那透過文歌 三月份打來求救的那一批 哪有叫出來 那一批在五月份的時候就回來了 那我們有花錢嗎 這樣說 其實第一次要去跟人家要人的時候 進到園區 文歌他們知道說 人知道在哪裡了 他們直接要進去要人的時候 對方不肯放人 對方跟他說要多少錢 他們才肯放 但是現在卡在面子館 我文歌要去要人 你敢不給我 你敢不放人 這就是面子問題了 那時候他們就是因為面子問題 然後就是 有他在軍的那一方面 因為他們的關係都很到位 你知道 然後包括說什麼韓申他們 也是都是跟潮州有關係的 然後其實他們就有動用到比較高層 他們就是協助他們說 他就叫他 他就說 你今天人不放我 我整個園區把你掃掉 所以他就直接進去到園區裡面房間 跟人家搶走 五個全部帶走 所以不花錢就跟人家搶走 對那一次就真的是沒有花錢 那為什麼據說文歌和雕哥現在沒想要插這件事 沒想要插這件事為什麼 已經叫不救人出來 對 因為發生 就是救了那麼多人你知道 後來發生說現在發生到 我們現在說都要錢了 現在都要付那個紓款 對 因為零情世俗嘛 我每次買人都要花錢 你每次來帶人都不用花錢 你就要給我帶走 其實有時候就會變成會節約了你知道 是 對 然後其中零情世俗 文歌他也覺得說再這樣做下去也不行 如果台灣這邊要救人也是 人家如果開多少贖金 賠附金 我們也是要照顧給人家 至少人你安全讓我放回來就好了 然後現在就是發生說 我們先賠附金賠給人 前幾天就發生一個案例 跟人家帶他出來 帶他人家帶他出來 結果那兩個台灣人 賺車開很多萬的時候 由後面也開會跑 為什麼 他們不想回台灣 他們不想回台灣 對 他們就是不想回 你看 他們不想回台灣 家裡已經花錢輸了 他們不想回台灣 家人還沒花 還沒花 那時候是文歌那邊 先處理錢給人家 可是如果你是說文歌 先墊錢這樣 對 你現在墊錢墊了 這兩個跑了 這條錦像被處理 我已經先預付給人家了 你人沒有回到台灣 家屬又不要給你 也一定不會說 你人又沒有帶回來 我先要給你錢 你看這樣兩個就跑了 我們說穿了就 這兩個也回不來了 因為你會做這種動作 人家在柬埔寨那邊 也不會放過你們 這是一定的嘛 然後後來就是為什麼不救 又發生說 說好救回來台灣 結果家屬說 沒錢 沒錢 就兩手一天說沒錢 所以文歌都一樣 付了贖金把人先救回來之後 算沒錢就對了 對啊你知道 他在那裡也都要跟那裡盤子 盤子 盤子 有的沒有的 那都自己喝到柬埔寨出來 你現在有時候 最後台灣人沒有一句謝謝 兩手一攤 就這樣 沒錢 沒錢 好來 問一下阿準 阿準你女朋友當時花了多少錢 救出來 三萬塊美金 三萬塊美金 對 那是給錢他就放人嗎 有很乾脆嗎 還是 給錢就放人 給錢就放人了 對 因為他也做不了什麼 他在那邊也沒有 等於說也沒有利用的價值 但是據說他還沒有付書店之前 本來是要被轉賣 因為他不聽話是不是 他不肯做 對 對 不是他不肯做 是他們也覺得他做不了 對 所以差一點要被轉賣 對 差一點 你據說他們那邊的分工很細 這樣說好了 他們如果說 能帶到那邊去的話 比如說有我確認是不是這個人 然後人家接走了之後 我也不會知道他們接去哪裡 對 所以你都只知道其中的一個部分 對 我知道的東西其實並沒有說很多 對 所以他們有人專門在真人的 有專門在運送人的 有專門在 通常都會先在 就是各大社團還是所有臉書 或者是那種104球之王 上面就是會用一些比較高薪的方式 來去吸引你 然後包吃包住嘛 還有包機票 那現在年輕人誰不要 那如果家裡真的沒有錢付贖金 因為三萬塊美金也不是一筆小數目 還有什麼方法可以脫身呢 據說是不是拉人進來就可以 是不是像老鼠會 你如果找人你不可以 很難 現在很難找人去 很難 對 那他們大概要找到多少人 他才願意放你走呢 應該 應該說基本上他不會放你走 他 如果你人在我這裡 我就是有人拿錢來我就給他 那沒人拿錢來 沒有付書款 對 就是走不了 走不了 那當地的軍警都已經被勾結了嗎 都勾結了 其實如果你去那邊找那些警方要查的話 他們會先通報他們 通報 通報那個詐騙集團 對 會先通報 所以有人要來抓人 對 要來找人 要來救人 這樣子 比如說KK園區 緬甸的KK園區 那就是真的恐怖的是不是 他就跟你說 就好像第一次真的最後一戰 你去到那邊根本就是 靈解 無解 有進無出 有你不出 那個地方是多恐怖 它那個地方 其實我們簡單來講 以國際面來講 它是2020 2021年的時候二月份 它那邊不是發生一個 那個判軍的政變嗎 緬甸的政變那是很大嘛 當時還把翁山斯基 翁山斯基給抓起來 關起來之後 所有各地都會成立一個平民 那個平民的一些叛軍 就跟他說 軍閥各自為政 所以它其實KK園區 以前叫AA園區 所以改過名 改過名是 但是它聚集了 中國大陸的一些黑幫 台灣的黑幫 香港的黑幫 各地東南亞的一些黑勢力 那整個在那個地方聚集發展的時候 KK園區 我講實在 它事實上這一次我們不是昨天 有救了九個人回來 是 九個人裡面居然有了三個 說我不會回去 我要回來之前不知道 它在明天 泰國把它攔下來 三個說我不會回來 那不回來原因是什麼 很納悶 所以三個就被留置在泰國了 那因為很有可能警方 因為我們台灣的警方 真的是使不上力 能夠拿個牌子 說你不要再去 查一下 沒跟你拜說不要再去 這樣 那這三個人不回來 用意 泰國警方跟我們台灣警方 高度的懷疑 九個人裡面 可能就有他們的臥底 那就是他們本身就是人蛇集團 但是你救到的這九個 可能查出來有三個是被害人 但是其他命外的人 現在有三個他肯定有可能 他就是光馬派內人 也許他就是執行者 或者是他就是裡面的一些 負責運送者 總之去柬埔寨或去緬甸 有好幾種人 對 有真的被騙去的 他們不知道要做什麼騙去的 有他知道去做詐騙 但他不知道這麼恐怖 他也不知道一去之後 回不來的 還有一種 是根本他就是去那個地方 要去做壞事的 是 他要去做人蛇勾當的 對 還有一個案例 最新的一個案例 一個台灣女子 她拿了一筆十七萬的美金 十七萬美金很多 五百幾萬 五百萬 對啊 她要去救她的朋友 結果站在那裡 熟人 等了兩個多小時 回報的訊息給她說 不好意思 對不起 這個人現在公海 杜拜的人出五倍 價值得賣 五倍是2500萬 所以 因為你知道一到 我們前幾天有講 你船一到公海 他把你處理完 之後就把你扔下海了 所以KK園區之所以惡名昭彰 就是因為他會活摘器官 他會活摘器官 他會把人用到 就是你所有能夠用到的地方 對 他全部要用盡就對了 是 所以他是一個 人家說 不是很講道義江湖的地方 像剛剛 人家講的部分沒有錯 台灣人很多人在緬甸 電 採礦 或者在政府做生意 但是就是被這些人 弄一個性格 你一件事發生下去 大家 怕得要死 怕得要死 不是我們要說你們不好 事實上就是有這個訊息出來 好 那據說KK園區 你一旦進去之後呢 就像集中營養的管理 對 什麼時候要排庫 男生喔 男生還要挑磚 他現在要去新的園區 男生說還要搭磚 搭五個 女生要 不是 男生搭十個磚 女生搭五個磚 你吊了一塊磚塊 你如果磚要落一塊 把你扣兩千塊的太豬 還要去做苦力就對了 做苦力 再來 晚上11點到2點 我還要跑步 不然就在你那邊書店去炒你 反正就想炒到 沒啦走啦 對 所以他平均工作的時數 一天是17個小時 17個小時啊 你不用開的趟走 你是不是腳麻也走不去 那個沒有麻也走不去 所以他那邊就想盡辦法 讓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超到沒啦就對了 因為這個影片 我有親眼看到 那個超大陸口音的 就毆打我們那個台灣的小孩子 有就放出來 我親眼聽他講的那個 那個大陸口音說 我就是要讓這個小子 生不如死 好 希望我們的年輕人 都能夠平平安安回家